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PropTech房地產科技 上一次講了AI 今次我想講Blockchain 區塊鏈其實很多人都拍過 但講不明白什麼叫區塊鏈 其實區塊鏈簡單來說是兩件事 第一好像銀子裏的保險師一樣 你是確保它是真的 第二它是追溯到那個源頭 那在房地產它怎樣去應用呢 最簡單就是如果那些樓 你是熟業權是哪一個 其實現在用擺索上去公鏈的時候 根本你就很容易trace得到那個源頭 究竟最原始的業主是誰 賣了給哪一個怎樣轉手 什麼什麼什麼 整件東西其實就可以放在公鏈裡 關於這個物業的所有東西 包括有沒有危險建築物 借貸借了多少 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放在公鏈裡 其實不是那麼複雜 現在我們做房地產的登記交易法 我們要將樓契由這個律師 搬到那個律師去證明那個業權 其實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這個區塊鏈技術足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不過是有些歷史遺留的問題 始終都是交給律師去處理 另外有一個在鎖鏈延伸的東西 就是在說 Crypto和NFT Crypto和NFT 就是鎖鏈下面延伸出來套現的技術 就是說如果鎖鏈是一間房 NFT或者Crypto其實就是一張桌子 大家就把那個集中力注意在金錢那裡 其實鎖鏈的技術會很重要 等於我們在建築材料裡面 那個碩士的強度 哪一批號的碩士 其實就可以把它區塊鏈化 鋼鐵也是生產的時候怎樣生產 去追緣索球 另外一個就是在共用 即使用工作或者生活 去共用一些物品的時候 好像Airbnb其實也是一樣 它也是用了區塊鏈的技術 去第一件事證明了業主 然後怎樣將它給錢 都是用區塊鏈的技術 這些大家可以給少許時間 去了解多些區塊鏈技術 今天想說的房地產科技和區塊鏈技術 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